因为我们在坊间 其实有很多可能是不同的资料的来源 很多人都会跟着去做不同的事情 我见到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不适当的时候 做了不适当的事情 其实是很容易令到这个病是更加加剧的 因为健肇炎就是根的膜有发炎 根的膜是一个很敏感的结构 当它发炎的时候 如果强行做一些太过激烈 或者是太过大的动作 反而令到炎症加重 所以第一件事这个病 其实要懂得分辨它处于什么阶段 如果它的痛楚是很厉害的 什么叫厉害呢 我们很简单 把痛分做10个等级 0至10分 0分是完全不同 10分是完全痛到不得了 生孩子的那么痛 如果痛楚是6分以上的 7、8、9、10那么痛 而且你看上去根本已经重 甚至乎轻轻的意味着它有急性的炎症 其实这个时间暂时不要用一些的运动 暂时应该是休息的手腕 避免再劳动它 还有可能是做一些简单的 越位的按压来舒缓它 这是第一个动作可以做的 也可以示范一下 首先就会找到手指甲的这条根的方向 如果我们曲起手肘的时候 我们人人的手肘外边都有粒骨的 这粒骨 至到这个手指甲之间 有一块肉比较高起了 这里有个穴位的 如果你用力握拳的话 这个肉最高点来说 你去到按下去 用手指按下去 按下去这个位置 你要觉得鸢鸢酸酸 但又是舒服的感觉 就不妨在这些位置按压 其实这个月位说的是属于一种 肌肉的压痛点 说得正确一点 其实是一种肌肉的压痛点 只要在这一块肥备备的肉上面 去找一下 按下去哪些地方是觉得有点缝紧 但是按下去的酸是一种舒服的酸 就在那个位置用中等或者中上的力度按压 感觉到酸持续30秒至1分钟 这些的压痛点的位置是往往不止一个位置 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可能细心点去到 按 去揉你会找到不同的这些 绷紧和有酸痛的位置 全部都可以去压30秒至1分钟 每天早午晚这样去做 其实它也是会放松这一组的基建 来到去间接达到一个的消炎和止痛的效果 我们用另一个手去轻轻按住拇指这个位置 幻侧这只手 比如是右手的话 它试图想递起 你试试它可以递到多少 因为它递到某个位置开始会痛的 因为它递不完 就在那个位置停下来 用另一个手去按住它 和它抗衡 抗衡的力 意思就是说 幻侧的手想继续上 另一个手想不让它上 用大概是四五成的力 不要超过一半力 不用用尽力 轻轻地发力 你会发觉它是有少少痛 而痛不要超过两级就可以了 10级里面不超过两级痛 维持5秒 1 2 3 4 5 放松 为之一下 重复这个动作 2 2 3 4 5 为之两下 一路做10下 为之一组 打横那个是一样的原理 打横递出去 直到它感觉有少少痛的位置 就用另一手去推着它 今次的方向就是这边和它抗衡 幻侧的手想继续外展 另一手是会推着它 这样用大概四五成的力 产生不超过的 两分的痛楚 来到去数 1 2 3 4 5 一下 2 2 3 4 5 第2下 如是者做10下为之一组 整个动作包括这两个动作是需要做五万这样做 就是可以在 中等痛的情况下去到帮助这个病去到康复 而去到最轻了 就是人家说分阶段 如果痛楚已经低于四分痛 就是差不多到尾声 尾声就做最后这个动作了 我们叫做离心肌肉收缩 就是将这个手指的这条根 继续 我们抵起它 不过今次是抵起它之后 尝试找另一手 将它真的担到最尽 因为这个时间 手指其实都未必能够完全自己可以提值 需要人家帮的 但是这次帮它提到最尽的时候 一放手 有它慢慢降下来 但是不准跌下来 是一定要控制着它 慢慢降下来 这个时候 在患处都会有semi的痛 只要不超过两级痛 就可以继续重复 递起它去到最高 找另一只手提它去到最高 由患者的手指公自己控制它 缓缓降下来 为之一下 接着再来 遞到最高 离开了手之后 缓缓降下来 为之第二下 重复 十下为一组 每一下的痛楚 只能够是两分以下 早午晚做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解决 这个病去到最尾声 轻微痛楚的时候 最佳的运动 在生活上 如果不是妈妈 是其他经常用手腕 去到劳动的人事 工作需要 其实应该在每一天 在做完这些劳动之后 来到去做一些伸展 伸展方法是可以 将手指公收在拳头里面 做一个轻微的拉筋 感觉都有拉扯 但是不同 维持30秒至60秒 每天可以重复几次 就是在劳动过后 去减少它的劳损 一个好的方法 而且在不同的工种 其实都要尽量学会 我们叫做左右开工 即是说左手右手都能够交替使用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套路公仔 再见 ìn觉得 东西呀 感谢观看